五一廉假从星期六晚上开始变天 星期一持续受东北气风影响 花冬天气比较凉 迎封面的东半部会有降雨的机会 而星期二开始气温就回升了 到星期六之前都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不过星期六又会有封面接近 东北气风又要增强了 提醒民众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五一廉假最后一天 水气减少气温略为回升 受封面影响 上周六晚间起开始变天 周一持续受到东北气风影响 不过水气逐渐减少气温偏凉 周二起气温才会明显回升 各地多围多云道前天气 东半部伴随几率降雨 五月二号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风场开始转变了 整个花莲这个地方 大概吹的是比较偏东风 有时候会偏东南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在二号到五号六号的时候 整个风向吹的是比较偏东风 东南风 最后甚至会到一个南风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吹南风的时候温度可能会上升 但是因为最近水气也比较多 所以我们花莲又在银风面上 虽然吹南风 但是因为水气多 所以在局部地方还是有一些地方 整天大概都会有一些 断断续续的短暂阴雨 或是短暂雨 然后我们要注意的是 五月六号晚上 大概又有另外一道风面下来 然后我到五月七号的时候 这波风面 东北风又会下来影响到我们 所以这一周 整个在花莲这个地方 天气其实不是很好 我们可以知道整个水气还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这一周的天气 大概就是因局部地方有点雨的一个情形 到了周六六日封面接近 东半部有短暂阵雨 周六晚起到周日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增强 花冬将有明显雨势 气温偏凉 提前有安排周末出游民众 记得期待雨具 记得长方眼黄女士报导